今天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那些女生 被你們放生到那裡 衣衫不整 天氣那麼冷 萬一發生什麼狀況的話 你們又何以自處 這是第一個本席要講的 第二個本席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會抓律師 他已經跟你表明 他是律師的身份 當然你說你沒有逮捕他 但是你的確把律師 也抓去放生了 為什麼會放生律師 我來請 我來請 我們的同仁跟大家說明 部長 你是法律專家 當中並不是 當中並不是說真的去 抓律師或者是逮捕律師 部長 你要知道律師 許多律師也是 志願上去去幫忙 黃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大家今天都很關心內政部的事 因為所有各大媒體的最大半 全部都是我們內政部的事 那本席想就剛才幾件事來提出來 跟部長做討論 第一個就是 在集會遊行法過去 幾度民進黨都主張 就是只有少數的 這是陳局市長以前講的 他說只有少數的國家 在集會遊行法的時候 會設金制區 然後即使德國有此規定 也僅限於國會或者憲法法庭 這是陳局市長以前講的 那現在的文化部長當立委的時候 他說人民集會遊行的權力 如果遭到公務人員妨礙 就可以請政府求償 這是鄭律經講的 那麼針對10月23號 剛才當然部長對我們的警方 有一定程度的肯定 可是有幾件事 我必須要提出來講 我想請教幾件 第一個 我們到底那天動用了多少警察 我們到底讓我們的警察同仁 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執行了多少時間的勤務 我想這個部分是 對我們警察人員 應該他們有的保障 可是我們看到那天晚上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看到他抓捕利師 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看到民眾被迫被抓去丟包 甚至於被迫拿到郊區去放生 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看到電視上給他們做訪問 甚至於有許多民眾 直接了當的跟警察說 他們要回家 但是我們在電視畫面上看到 警察並沒有對他們做出身分的清查 而是全部把他丟包 所以本席也想了解到底被丟包 或者被放生有多少人 到底放生到哪裡去 你們考慮到這樣的過程 這整個的SOP是什麼 能不能請部長跟我們做說明 委員今天是 因為是都更條例 所以警政署 警政署有 因為我手中 我手中並沒有掌 並沒有這些資料在我面前 因為本來不是質詢這一類的議題 那我就請署長 請警政署 對 邱 副署長 你也不能講說 都更警政署不用來 都更警政署還是要來 不管是文林彥 不管是張耀菊 警政署我們都動了多少人 所以在大家要求之下 你看副署長 那本來就應該來的 本來是署長應該來的 黃委員好 我已經講完了 是 那你說明啊 是 你沒有聽剛才 據台北市報告 1223專案 總共使用警力1930名 1930名 那我剛才的問題請你回答 你們到底 在抓捕律師的過程當中 以及你們把民眾去強制 就是強情放生 你們放生了多少人 你們放生了多少人 跟黃委員報告 第一 在現場指揮官 在1223最後階段 經過警告 制止命令解散 走完這個程序以後 最後在東山門 能有部分的群眾 滯留不離開 副署長 是 你針對我的問題來答 我剛才問部長的 你都沒有聽嗎 還是你在耗費我的時間 你們的SOP是什麼 為什麼有我們的民眾 被丟包被放生 然後丟包放生到哪裡 總共有多少人數 是 東山門 執行 最後階段執行 驅離的 利用警備車 載離現場 一共有64名 放生到哪裡 放生到哪裡去 動物園 關渡 動物園 關渡 動物園 關渡 還有 大福公園 動物園 南港 四個地方 四個地方 部長 你認為這樣是合理的嗎 部長 我現在請問部長 或者受不了他們 委員 這樣子 就是 看你從哪個角度去解釋 現場的狀況 部長 選擇一個 對當政最少傷害的方式 部長 最少傷害 因為現場是激烈的 沒有辦法讓我們的人民心虎 現場是激烈的 部長 而且在當下 我看到許多的人民跟你們講說 我要回家了 而且還有女生在那裡 然後你把它放生 到關渡 到動物園 深夜把它放生到那個郊區去 這樣對嗎 這個符合比例原則嗎 半夜當時已經沒有任何的這個什麼 那個捷運系統統統統都沒有 我們看到電視上還有那個女生 那個衣服 弄得可以說是看著我們不忍心 這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本席想了解 整個的SOP是什麼 能不能告訴我請部長 因為你是大家長 我跟委員說明 整個勤務最大的一個原則就是 盡量減少大家的 部長 再怎麼減少 盡量減少大家的數 我想這樣子的放生的狀況 是不符合比例原則 而且你整個的SOP 讓我們外界 對於我們現在 當時民進黨 講說是人權治國 你看陳菊市長講得多漂亮 你看那個 我特別把他們兩個講的話拿出來 因為一個是文化部長 一個是高雄市長 你們怎麼會違背你們當時 所做的主張呢 也顯然違背你當時做教授的主張呢 對不對 所以本席今天 就是保障民眾的權益 避免任何的損傷 然後維護最大的公益 採取最溫和的做法 尤其是那些女生 被你們放生到那裡 衣衫不整 天氣那麼冷 萬一發生什麼狀況的話 你們又何以自處 這是第一個本席要講的 第二個本席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會抓律師 他已經跟你表明他是律師的身份 當然你說你沒有逮捕他 但是你的確把律師也抓去放生了 為什麼會放生律師 我來請 我來請那個 那個我們的同仁跟大家說明了 那當中不是 當中並不是 當中並不是說真的去抓律師 或者是逮捕律師 並沒有 許多律師也是 志願上去去幫忙 所以中間不是大家 所有的律師 會在這種場合出現 都是在做一些溝通 以及一些協助的角色 過去 大家在罵國民黨說 你們怎麼集會遊行法 再怎麼樣 再怎麼爛 都不敢去動律師 今天你們去把律師 我們不管對警察執行勤務 有什麼樣子的期待 但基本上要忠於事實 要忠於事實 要忠於事實 不要做太多 不要再太多 並沒有合乎事實的這些 比較爽動性的指控 我們不是爽動性的指控 我們必須 我們必須忠於事實 你不可以偏袒這個部分 我們忠於事實來呈現 我們看到民進黨 對於集會遊行法 所以希望把集會遊行法 改成集會遊行保護法 我們立法院也是在這個會議室 大家都同意了 結果民進黨打假球 到今天為止不敢拿出來刪讀 到今天為止不敢拿出來刪讀 陳菊市長講說 除了憲法法庭以外 大家都不能動 好 今天大家在那裡表明了我們的身份 表明了是律師的身份 結果你們用這種方式去處理 難不成你們連溝通的管道都不要了嗎 是這樣嗎 委員這當中牽涉到相當多的 相當多的溝通相當多的 我想就是因為要溝通 第二個所以我希望你明確的告訴我們 整個的SOP是什麼 怎麼會你們選擇那四個點去放生 什麼關渡 什麼動物園 然後什麼展覽館 還有一點是哪裡 剛才護士長講 大福公園 大福公園在哪裡我還搞不清楚 都是非常郊區的四個點 你們考慮過整個安全性嗎 整個的安全性是什麼 你們的評估點是什麼 你們的評估點是什麼 為什麼選擇這四點 委員你剛才提到SOP 其實現場的狀況是很動態的 我們警察同仁一握對當時事情的了解 我想 部長 本來就不希望一直擴大 擴大到最後到台北車站 本來就不需要 而且已經到深夜了 部長 已經到深夜了 我們支持說在幹道 不能夠被人民所佔的 我們大家同理心來面對警察執行勤務 他們警察執行勤務 我們可以給他們鼓勵 但是這個已經違反比例原則 嚴重的違反比例原則 嚴重的違反民進黨當時 一直講說人權治國 你們怎麼會選擇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對律師的部分 我主張在事實比較完整了解的狀況之下 尤其是律師的部分 我想律師的部分 包括你所關心的 沒有違反比例原則這些討論 但是我主張 事實比較完整呈現的狀況之下 部長 我們不是針對 去做這個檢討 今天 我們從去年520一直到現在 尤其是先的警政署長上來以後 不管對任何的陳抗 你們都是用優勢的警力 包括上一次我們在審一例一休 你看你們動用多少警察 上一次蔡英文到高雄 你們動900個警察去封山 你們今天把我們的警察當什麼 警察也有人權 你們不可以用這種態度 警察就是保障人民權益 我想再怎麼保障 好 這是前面一段 後面這一段 就是你們根本違反 我們整個人權的保護 你們怎麼會連律師都去動他 我可以跟委員講 我們對所有過往以前 一直到現在 我們從來不會去動律師 因為律師是我們人民 在所有有問題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管道 沒有理由用這種方式 也沒有理由可以把他們 被動式的放身丟包 到那麼郊外的一個地方 尤其是深夜 當中還有許多女生在裡面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 我們都非常的不忍 我希望在整個的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第一個 你們老是動優勢的警力 包括你看 上次本席提到 蔡英文總統到議大那一次 動了900個警力 連一個抗議的人都沒有 所以你們顯然 在整個的過程裡頭 你們也沒有掌握狀況 我同意 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盡量不要 常常讓我們警察 必須去動用警力 然後大家那麼辛苦 我們許多社會爭議的問題 都說什麼以人權治國 結果今天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不要到最後把很多問題 變成讓警察同仁必須去面對 然後再產生執法上 爭議上的困難 執法本來就是要守法 你們在這 欸 部長你這樣子講 本事又 你站起來我是有壓力 但是你這樣子講 我沒有辦法接受 你警察人員在執法 一定要守法 這是基本的 這是非常基本的原則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根本看不懂 你們整個的SOP是什麼 要守住最少其他原則 而且根本不符合比例原則 用這種方式 我在這裡提出 我們了解實實完整之後 再來做評判 但是 比例原則 部長你今天要來這裡 本來就應該要了解 從禮拜六到現在 如果部長跟我講說 你還是不了解整個的狀況 我們覺得 更了解狀況委員 我可能比你更了解狀況 那你就在這裡報告 你為什麼說你要等到 再報 再了解以後再怎麼樣 我想部長 因為今天不是 今天不是 今天你部長來這裡 你應該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們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這個沒有辦法撒住的 這只是手中沒有數據 但是我非常了解 而且警察同仁也都隨時跟我報告狀況 你應該很清楚的知道 根本他們在執法的過程當中 有許多是違法我們法律規定的 包括尤其是律師的部分 我跟委員同樣關心這樣子的問題 我跟委員同樣關心 你不是只有關心喔 因為你本來就是法協專家 你比我更清楚這些法律 對 我更清楚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 你不應該有所處置嗎 怎麼會 所以委員我們才主張 要對事實更完整的狀況之下 我們才來做評判 我知道我的時間到 但是因為部長在狡辯 所以我又再提出問題來 以上謝謝 謝謝黃委員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